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爱铭 让我们继续来讨论关于正义和正义仲裁的问题 那么就结合人类的历史 来看看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正义仲裁 会出现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说到正义仲裁的不公正 或者说出现的问题 往往指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 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正义仲裁 那么关于真正意义上的 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正义仲裁 实际上是从十九世纪才开始的 因为在资争纪革命之前 国家和民族作为抽象的集体概念 并没有被人类大多数所理解 那个时候国家和民族的抽象概念 往往是被附着于皇帝或者国王 这样的人类个体的身上 因此真正意义的正义仲裁很难实现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 正义仲裁最首要的特性 就是要包容性 那么这里你包容的对象到底是谁 是两个国家的国王或者皇帝呢 还是两个国家的广大民众 所以这种包容性的不清晰 当然也意味着 国家和国家之间 民族和民族之间的正义仲裁 在那个时候 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公正客观 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之后 国家的机体概念真正的从个体的身上 彻底的剥离出来 这样讨论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正义仲裁 它具有意义 那么在十六世纪中期呢 那个时候欧洲国家 英国 美国 他们开始具有了国家的抽象概念 不过那个时候呢 因为资本主义 还并没有进入到垄断资本阶段 因此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关联 并没有那么紧密 因此呢 当国家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是让第三方国家来进行仲裁 这主要是因为当利益不紧密的时候 两国之间的冲突 一般不会牵扯到第三方的利益过多 因此呢 正义仲裁的包容性和权威性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 但很快呢 这种正义仲裁的方式 它就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 首先呢 是由于垄断资本的迅速崛起 而垄断资本所牵扯到的利益 很快就溢出了它所在的国家 而通过全球贸易 向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蔓延 而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殖民地扩张的过程中 越来越沉迷于权威性 而忘记了包容性和自我检讨性 越来越被垄断资本的眼前利益所绑定 而忘记了前瞻性和责任感 所以呢 简单的让第三方国家来充当正义仲裁者 越来越行不通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当时全世界在正义仲裁上 出现严重问题的一个表现 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在半殖民地的国家 要求领事裁判权的这种现象 要求领事裁判权 它的本意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当时西方国家呢 因为自己处于人类文明的最前沿 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法治国家 而他们认为那些半殖民地国家 比如像刚刚打开国门的日本 满清统治的中国 他们都还不是法治国家 所以西方国家的公民 在这些法治不健全的国家 是无法得到依法公正的审判 所以呢 西方国家就会提出 要求领事裁判权 但是西方国家没有意识到的是 他们这么做的前提呢 是他们不会受到半殖民地国家 社会现状的影响 而领事仲裁的公平性 也不会受到他们和当地强弱巨大差异 所造成的世强凌弱快感的支配 但很可惜 这个前提条件已经被历史证明 它是不成立的 再加上和垄断资本的利益 掺杂在一起 所以可以说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全世界国家冲突的正义仲裁 越来越难以做到 而当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也完全没有正义性可以讨论的话 那么仲裁的权威性 也就荡然无存 结果就导致了一次大战的爆发 那么一战呢 造成了生灵涂炭 那么遭受重创的西方国家 就开始认真的考虑 应该如何重建 对国与国之间关系 进行仲裁的方法 显然呢 国与国之间的仲裁 只是依靠某一个第三方国家 或者某几个第三方国家 已经不成立了 所以在一战之后 就诞生了第一个 进行国家和国家之间 仲裁的国际机构 这就是当年的国联 但是国联呢 从他建立的那天起 他就并不符合 进行正义仲裁的条件 虽然国联从他建立的想法上来说 是想包容各个国家在一起 共同对国际事务进行裁决 但问题是 国联建立的时候 实际上他和一战之后的追责 掺杂在了一起 那么国联的建立呢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平等的加入这一组织 甚至都不是当时西方的主要国家 平等的建立这个组织 而是由当时一战的胜利方 协约国一方建立了国联 那么就像我之前所讲的 一战的爆发 是一战所牵扯到的各个国家 他们之间的共同发展 共同生存这种平衡状态 遭到了打破 也就是说当时所有的参战国 已经进入到了一种 受非正义状态影响的情况 因此呢 国联建立的主要推动方 也就是协约国一方 它很难保证国联 具备进行正义仲裁的那些特质 当然这也和当时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有很大的关系 你比如说进行正义仲裁的 最基本特质包容性 在一战之后所签订的 法尔赛合约里 我们可以看到包容性是极差的 基本上可以说是协约国一方 对同盟国一方单方面的追责 而刚刚建立红色缩约政权的俄国 也被排斥在外 当然这里呢 也有红色苏俄自身的原因 但不管怎么说 建立的国联在包容性上 实际上是极差的 而没有包容性呢 它的权威性也建立不起来 本来呢 进行国家之间正义仲裁的国际机构 它的权威性建立就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之前我讲到了 人类文明的正义仲裁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它的范围是不断扩大的 但这个范围的扩大呢 它是有物理极限的 这个极限从19世纪末一直到今天 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全人类这个物理极限 准确的说呢 是地球上的全人类 这个物理极限 关于物理极限的意义 我之前在举水潭例子的时候 曾经大致的说过 任何一种扩展呢 当它碰到物理边界的时候 就会产生反弹 这就会让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那么当正义仲裁 遇到地球上的全人类 这个物理边界的时候 它就会让对正义仲裁 权威性的争夺 变得越发的激烈 正义仲裁的权威性 它是和正义仲裁 所涉及到的群体规模 有着直接关系的 只要群体的规模 可以无限的扩大 那么权威性呢 也可以不断的上升 那么这种不断的上升性 就给仲裁权争夺中 失败的一方 带来了希望 简单的说呢 就是我在村落这一级的仲裁权 争夺失败之后 我还可以去争夺 乡一级的仲裁权 我还可以去争夺 市一级的仲裁权 乃至省一级 因此这种不断向上的 争夺仲裁权威的可能性 将对正义仲裁权的争夺 不会陷入到 你死我活的极端状态 但是到了国家一级的 正义仲裁权争夺的时候 它已经触及到了 地球上的全人类 这个物理边界 也就是再向上 没有可以争夺的 仲裁权存在了 因此呢 国家之间的正义仲裁权 也意味着具有 地球上全人类的权威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最后的争夺 因此参与争夺的各方 绝对不会轻易的放弃 而这种你死我活的 争夺的局面 只有两种化解的方法 那么一个呢 自然是打破地球上全人类 这个物理的界限 比如说人类开始星际移民 开始移民火星等等 但这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实现的目标 那么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呢 就是无论是谁 或者是哪一个机构 掌握国家之间的正义仲裁权 它都放弃自身的力量 因为各个国家 它之所以不会把 国家之间的正义仲裁权 轻易的交给其他国家 是因为国家之间的正义仲裁权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说 都会有很大的加成 但如果国家之间的正义仲裁者 他放弃自身力量的话 那无论正义的仲裁权 对力量的加成有多大 他的力量基数是零 那么他加成之后仍然是零 不过放弃力量的正义仲裁方 他并不是真正的没有力量 因为如果他真正没有力量的话 也无法维持他的权威性 他的力量呢 是来自于所涉及的各方 也就是各个国家 那么这种力量的来源 是完全依靠于 各个国家中的主流意识 如果所有国家中的主流意识 能够清楚地明白 正义的仲裁方 他放弃力量的原因 也能确保正义的仲裁方 在需要力量的时候 所有国家中的主流意识 能够提供所需的力量 那么这种正义仲裁 才能被正确地建立起来 不过就现在的世界局势来看 虽然我们人类文明 正在向建立这种相对正确的 正义仲裁架构迈进 但是距离真正实现 还有很长距离 那么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一战结束之后所成立的国联 距离真正的仲裁 有了极大的差距 所以这就造成一战之后 虽然有国联的存在 但是正义的仲裁 根本无法得到确实的保证 代表正义的各国之间 共同生存 共同发展的新的平衡态 迟迟没有办法达成 而包容性的缺失 也让国联从它建立的第一天起 它的权威性就在不断地减弱 同时因为国联建立的主要推动者 是协议国这些一战的胜利者 那么像国联真正的操控者 英国 法国 美国 他们也由于本身的思想意识水平 并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 所以他并没有赋予 国联更多的包容性 同时呢 又因为缺乏自我检讨性 所以他们尽管 发现国联的运作 并没有能够达到最初想象的效果 但他们也始终不想 也不能找到问题的所在 正因为国联已经丧失了包容性 所以呢 在德国 日本 苏联的眼里 国联并不具备任何的权威性 像918事态之后 日本就以退出国联来威胁国联 根本无视国联在满洲问题上的决议 也让国联的权威性在全世界的面前 荡然无存 因此可以说 二战之前的国联 已经不具备正义仲裁所要求的任何一个特性 那么缺少国家之间正义的仲裁方 这意味着国家之间的正义彻底的坍塌 于是呢 就没有任何的权威力量 可以制止二战的爆发 那么二战呢 是人类文明进入到近现代之后 最惨烈的悲剧 人类的共存性 包容性 被无情的践踏 强势的国家 民族和个体 可以任意的剥夺弱者的生存权 这种情况呢 并不单单是指德国纳粹 和日本的军国主义 而是更为普遍的现象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人类文明的正义失衡 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恶劣程度 而对人类本身的伤害 也是极其深刻 因此呢 在如此惨烈的教训面前 在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 作为胜利方的各国 就开始酝酿成立一个新的 可以仲裁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机构 这就是联合国 那么联合国和之前的国联相比 它既有相似之处 也有很大的不同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分析